今天望去一片洁白冰原 光看畫面就能想像這裡有多冷 全年均溫零下7.8度C 這裡是北極圈內 飛機航班能抵達的最北邊 設有每年只開門三次的 斯瓦爾巴全球種子庫 不用電 無人管 就能讓裡頭的種子保存10個世紀 因此被譽為末日種子庫 勝利至今已經收藏450萬種樣本 不管是規模6.2的地震 還是核武攻擊 它都能堅守防線 維持種子的發芽活性 這些都是台灣相當珍貴的小米種 那在五月底之前 台灣的研究團隊 只會通通把他們送往北極 過去台灣就曾把水稻 雜糧等作物的種子 送去北極異地安全備份 接下來輪到170種 台灣珍貴小米種源 畢竟應對全球氣候危機 刻不容緩 小米耐旱 適應力又廣 是對抗氣候變遷衝擊的 重要戰將 勢必得好好保存 維繫 基因多樣性 它比大多數的熱帶植物 是更耐主存 但是也只不過 在一般的室溫底下 能保存活力三五年而已 怎麼樣長期保存呢 就是乾燥 就是低溫 北極 那裡是全球最冷的地方 末日種子庫 號稱全球農業的諾亞方舟 台灣緊跟世界腳步 確保本土農作物不會絕種 想必也能讓福爾摩沙獨特的美 被國際看見 華視新聞 黃無天堯超成 台北報導 哈囉 我是李明銳 想要搶先掌握 最即時的新聞資訊嗎 趕快 訂閱 按讚 開啟小鈴鐺 鎖定我們 華視新聞的Youtube頻道